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周深粉丝不再忍让百万粉丝鼎力刀狼亲手撕碎那鹰的假体面歌谈谁看一战 刀狼变得高雅了 他的歌却没人听了 只留给专业人士欣赏 前两天刀狼发布新专辑其中一首《罗煞海事》短时间内被送上热歌榜前列 紧随其后就是天后那鹰被周深百万粉丝攻击冲上热搜 其个人账号也瞬间沦陷 指责 批评 谩骂 嘲讽 总之没有支持与赞美就对了 而起因就是刀狼这首高雅的歌全程没有一个脏字 却将以那鹰为首的歌坛四大恶人骂了个遍 那又鸟 马又护 公公 未曾开言 宣传定等歌词被网友一一解读 炮口的另一边则是那鹰 中国好声音等等 十三年的雅俗之争 迄今为止 那鹰与刀狼的战争已经燃起了十三年的硝烟 而起因也是因为音乐 在刀狼成名之前 那鹰就已经是歌坛的领军人物了 1988年 因为一曲《山沟沟》那鹰一夜成名 在华语乐坛有了一席之地 十年后 他与王妃携手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说起双花蛋的《相约酒吧》 连街头小童都能哼上两句 所以刀狼当年有多火呢 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刀狼成为华语乐坛的一匹黑马 在销量与传唱度上大杀四方 那场雪从京城下到了街头巷尾 紧接着 情人与冲动的惩罚等歌曲先后推出 连小学生的歌词本上都写着 你是我的情人 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专辑上架就以哄抢的形式销售一空 连周杰伦都望尘莫及 但是刀狼是神秘的 除了发歌之外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来自哪里 凭什么能写出这样直击心灵的歌曲 留给歌迷的只有沙哑的嗓音 和标志性的鸭舌帽 歌壁滩 吉他 鸭舌帽 在歌坛神仙打架的时候 刀狼几乎没有露面 就将整个华语乐坛搅了个天翻地覆 2010年 刀狼以音乐人的身份 入围音乐十周年风云榜 本来是参加音乐人的盛会的刀狼 却受到了身为主席的纳英的坚决反对 他的歌不具备审美点 当然了 我们销量比不上他 可是音乐不能只看销量 言下之意 即为刀狼的音乐 土 南灯 大雅之堂 更是延伸出了KTV里点刀狼歌曲的 《多是农民》等高傲话语 因此 在刀狼新歌《罗沙海誓》中 那句 勾兰从来半高雅 也被网友自然地解读为意有所指 而有纳英在前面冲锋陷阵后面的小弟 则紧跟其后开始了一场抵制刀狼的运动 汪峰公开表示 刀狼的音乐除了新鲜 一无是处 一直跟纳英玩得好的杨坤则更加直接 他那是音乐吗 谁说那是音乐了 短短两句话将刀狼多年的努力 贬得一文不值 而留着长发拿着扇子的文人高小松 说起话来更是不留情面 我会直接将他的专辑扔进垃圾桶 因此 罗沙海誓中的那句自古公公号威名 也被认为是在内涵处处装高雅的矮大金 尤其某位知名歌手在做中国好声音的评委老师时 更是当众发言 如果有人唱刀狼的歌我会直接淘汰他 这样的场景在联想下刀狼新歌中的 未曾开言先转定 是否与导师转椅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13年前 刀狼几乎受到这个小团体的集体孤立 13年后 当刀狼带着他的新专辑归来 这个小团体终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噬 他们的社交账号下 留言出乎意料的多 甚至有人排好了顺序 像极了再替刀狼排队复仇 而纳英作为重灾区的群众 不仅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公开且直接开队刀狼的人 更是因为在他手下遭殃的歌手远远不止刀狼一人 无脑的四处树敌 在某网站有个话题叫做 纳英究竟埋没了多少人才 下面的评论也是骂声一片 喊冤声不绝于耳 事发的平台还是要说回中国好声音 而最让观众一难评的是歌手姚贝娜 姚贝娜虽然是2013年参加的好声音 但在此之前她的歌坛的成就已经是非常人可比的了 有这样的履历与成就 姚贝娜距离成为国家队选手几乎只有一步之遥 但在参加好声音时却被纳英耽误了 在决赛时 纳英为姚贝娜选了一首她并不擅长且不适合的歌曲 需要连环高音 决赛时姚贝娜煞雨而归含泪告别舞台 两年后姚贝娜因病去世年仅33岁 而没有拿到的那个冠军 也成了她此生难以圆满的遗憾 除了姚贝娜之外 周深也是被纳英瞧不上的歌手之一 如今的周深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接班人了 但在成名之前没有经过包装的她 也只能靠选秀节目来展示才华 在参加好声音的录制时 纳英就直接怼她的外貌 你吓到我了 我的战队里都是很帅很美的 最后也是因为其众外貌清才华 以一句对不起周深 我喜欢李维使得周深止步16强 失去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直到几年后 周深的音乐才得以施展 这段往事也被当成玩笑来调侃 周深是走出来了 还是没有走出来的 西侠歌手董珍多年来 一直都生活在容貌焦虑中 就连上节目都是带着斗笠 但不可否认董珍的歌声空灵悠扬 与游戏和新侠剧的适配度 简直是百分之百 被纳英淘汰的周深董珍等 仍然在音乐事业上发光发热 而当年因为她的牵头几乎被 鱼乐坛抵制的刀狼 也在阔别歌坛多年后 发了新专辑 只是纳英又在忙什么呢 不务正业如何接招 参加各种各样的综艺并向观众们 多次展示她的低情商 在参加蒙探时 因为杨子的演技太好 纳英没有猜到她的真实身份 便在节目中大喊 新鸡女不得好死等等 虽然她说是开玩笑 但还是给杨子留下了心理阴影 在参加喜剧大赛的节目时 看到自己喜欢的选手 不仅要自己投票 还要强行将大张伟的票给投出去 丝毫不在意对方的想法 其实她的低情商 在出道不久就展示出来了 就如当年与张子一同 参加一档音乐节目 她能够当着对方的面 在记者面前大喊 她可神是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作用 恰在此时 张子一正在一旁拍照 场面十分的尴尬 当别人问到 她如何看待张子一的能力时 她用了一句名言 隔行如隔山 我祝她好运 这波调侃就差把花瓶两个字 放在张子一的名面上了 而时到今日 张子一已经是国际影后了 销声匿迹多年的刀狼 也靠一张专辑 向歌迷展示了一波高雅的讽刺 无论是耐幼鸟 还是马幼虎 这一场横跨十三年的 雅俗之战 在休战几年之后 又达到了新的高峰 只是这一次 面对刀狼的正面挑战 已经沉迷综艺的纳英 该如何接招呢 在这里我们孩子 用她曾评论张子一的话回赠 隔行如隔山 祝她好运吧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给点赞订阅